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的课堂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是日语N5的精讲课程 那我是北京新东方的日语老师 我叫刘倩 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要给大家来说到的内容包含有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个概述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讲到一些分题型 也就是按照文法词汇读解还有听解这几个部分 然后来分别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说明 那么包含有这个提型的具体的一个介绍 还有大家平常复习的一个方法 那么具体来讲我们今天主要来进行到的是概述部分的内容 主要包含有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给大家做一个考试关于考试的一个说明 第二点是对于考试的一个要求 那么第三点呢是我们会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提型的概述 希望大家能够对考试的提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然后第四个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大家平常在自己备考和复习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也就是一些基本的复习方法 那么首先先来看第一个关于考试说明 那么大家在报名的时候 你需要报名的是日本语能力测试的N5级别 那么它的英文缩写是JLPT N5级别 那N5基本上相当于是在这个考试当中最初的一个级别 然后再往上面还有这个54321 那么其中一级是最高的 每年的考试时间呢是分为两次 分别是在7月份以及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 然后报名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它的三个月之前 好所以如果大家要参加7月份的考试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是在3月份的时候就需要来进行报名了 接下来是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考试的时间一共是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词汇部分那么一共是需要25分钟 请大家来完成所有的题目 然后是文法和读解部分 它们两个是加在一起的 那么一共是需要50分钟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考试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听解 那么是有30分钟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完成 接下来说一下分数 整体所有的分数加起来 那么是180分 然后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其中这个听解部分 那么占的是60分 然后剩下的两个部分是120分 同时要请大家在这里注意 我在这里用黄颜色呢标注了一个19 那也就是说在每一项 它会对你有一个基础分数的要求 比如说这个听解部分 满分是60分 但是你必须要达到它的将近三分之一的分数 也就是说在考试当中 你最低最低听力也要拿到19分以上 否则的话如果你听力的分数没有达到及格分 虽然你整体达到了一个及格的分数 但是整体也是不能够算个通过的 上面部分也是一样的 文字词汇文法读解 那么分别也是要达到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基础的分数 分别是19分 那么加起来所有三项满分是180分 那么需要大家可以达到一半的分数 也就是90分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个过关了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好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大家你在平时自己学习以及复习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比如说某一项 你可能比较弱一些 举个例子 我可能听力方面比较的薄弱一些 那么在你复习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就要加大这个关于听力的一个复习 因为以防止说你其他的分值都已经很高了 但是听力没有达到及格分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次没有效的成绩了 好所以各项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考试要求的事情 那我在这里面有一句日语 我请大家来简单的看一下 好说的是 基本的日本语をある程度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好分析一下这个句子 后半句的意思是说要能够 能够怎么样呢 理解 理解的内容是一个基础的日语 怎么样的去理解 某种程度 一定程度 那么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 基本上就应该是说 能够一定程度的去理解这个基本的一个日语 这是我们关于这句话 那这句话来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在这里面初级所基本上要求的N5级别 都是一些比较基础 比较基本的日语 包含有一些动词基本的变形 那么还会有一些基础的词汇 那么还会有一些基础的文法呀 著词啊 小的句型等等 那么基本上全部都是属于基础类的 然后接下来是所谓的一定程度 那么可能就是要看你对于这个基础的日语 到底掌握的有多好 到底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在考试当中我们其实既包含有读和听 那么读和听其实就是你要连起来整体对你的学到的基础日语 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哈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说到的是考试要求 具体来讲 基本上如果大家要想参加考试的话 那你的词汇量基本上大概是在1000个词左右 哈就是你基本上背诵了这个初级上册的所有的单词应该就可以达标了 接下来是文法部分 那么需要掌握到一些基本的文法 还有一些基本的句式 包含有著词 然后变形等等 接下来是听力和阅读部分 那么基本上是局限于日常生活当中的 比如说在教室当中的某一个对话 在公司当中的某一个对话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这个教材方面来入手 如果大家是来学习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的话 那你基本上学完上册就已经可以达到我们的考试要求了 那如果你学习到的是我们新东方的教材 叫日语完全教程 那你只需要掌握的是其中的第一侧 也同样是达到了N5级别的考试要求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 那我在这有两段日语的文字 表述的含义呢 是说在这个考试当中 关于这个读解和听解 需要我们大家来掌握到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中读解部分 那么当中比较重要的信息 我请大家来一起跟我看一下 我用黄颜色来标注了 第一个是说这个评价名 好 后面呢 片价名 然后还有是那日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一些基本的汉字 那么这三部分是需要大家能够掌握的 也就是说你首先知道 有一些评价名和片价名和日常生活当中掌握的汉字 它会构成整个读解的文章 然后接下来是听力部分 听力部分的要点基本上 是日常生活 包含有什么 我们在教室当中 再或者是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对话内容 然后它的语速呢 基本上是比较的 ゆっくり 也就是说语速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然后呢 这个绘画的篇幅 基本上是属于短 比较短 所以我们小结一下 那么基本上它的题材 日常生活 语速比较慢 篇幅比较短 这是它具体的听力部分的要求